天坡发现患者 目前她的意识清楚 搜救人员合力将受困四天的高女士拉上来 这几天天气湿冷 劳妇人衣着担保 所幸只有湿温 意识还算清楚 被送往医院观察治疗 慈激之工也陪伴关怀 71岁患有失之症的高女士呢 就是来到了内湖山区的公寮旁边的这个山坡上面呢 走了八分钟的路程 不慎掉到山沟里面去 我们透过同仁的合作 还有互传的信息 在每一个路段我们都会做一个回报 我们会看这个山的形状 以及我们相关的一些自信的了解 来做一个研判的一个路径 先生18号发现妻子走失 最后身影消失在内湖住在区附近 虽然高女士手上带着爱心手链 但因为失踪地点隐秘 所以没被人发现 他的功能就是里面有我们联络的家人的电话 他有一个中心就是父老协会的中心 他那个中心就是会发那个信号给他 给这个手链的人 就是没有APP定位 夫妻俩都是慈激环保志工 妻子虽然受失之症所苦 却不忘帮忙做回收 姬志工在接获消息后立即帮忙协询 最后靠着民众通报的讯息 让搜救人员锁定位置找到他 我们就马上启动协询 持续都有一直在做互动 包括就是说调监视录影带 或者是说请邻居 或者是说制作DM 还好有这群热心志工帮忙 加上搜救人员的专业判断 才能让老妇人平安下山 大爱新闻范秀伟梁家明台北报道